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老子道德经 刚才就有人提到 我们在讲阿涵解脱道的时候 人比较少 讲老子道德经的时候人比较多 好像老子的生意会比 比释迦牟尼佛的生意好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段期间 大家有相当的这些阿涵解脱道的这些文师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第二阶段的 老子道德经方面的 我们先讲一下 一般对这个道 都有太多太多的解释 而且包括你所了解的道 跟老子所讲的道 都有很大很大的出入 我们平常说要修道 要得道 要正道 但是道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清楚知道道是什么的话 那你怎么得道 怎么修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道是什么 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修道 体道 悟道 行道 好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概略的讲一下 就是说佛陀所全数的角度跟老子所全数的角度 还有耶稣他们这三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这是一个修行的起点开始 然后这是一个修行的终点 这是一个起点 一个是修行的一个终点 也就是说迈向解脱自在的终点 好 佛陀释迦摩尼佛他是从有违法这里 一步一脚印的协助大家怎么样的逐步深入 逐步的上来 所以佛陀是从有违法世间法的方面 让大家去了解 所以佛陀就讲先知法柱治 后知虐函治 法柱治讲的这是中下这方面的 有违的这些现象界的一切 然后这些大家了悟了之后 三法印体证了之后 再来你才能够体证到虐盘无为空 那老子呢 老子所全数的角度 刚好是从上往下 老子是从上往下 而老子他所讲的又是着重在这个高 比较高 比较悬 比较上的这个道 道题方面 那你们也许会这么说 老子是老子 佛陀是佛陀 这两者好像不一样 道是道 我们修道人跟那个老子 跟佛陀所讲的这些应该不一样 事实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是因为人们体悟体证有关 事实上包括佛陀老子耶稣 他们所指向的那个目标都一样 只是说佛陀是从大家有违法 一步一脚印的这样上来 而老子他是一开始他就讲道 一开始就讲这个很深的这些 所以他就讲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问题是这个玄之又玄 老子把这个怎么样到达这样的境界 讲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清楚 没有那么的详细 所以你真正说要到达老子的境界 要得到悟到行到不容易 而佛陀他所讲的 就要告诉大家一步一脚印的这样 一步一脚印的这样上来上来 到后来你就可以来到体证到 虐盘无为空的世界 事实上那个都是老子所讲的道的世界 道的世界 再来那耶稣呢 耶稣又从哪里讲 耶稣他从中间开始讲 知道吗 耶稣从中间开始讲 所以耶稣讲的是博爱 博爱 这是道的用 记得这是道的用 老子是全数这个道的体 老子他是全数道的体 而这个体呢 他是很玄很妙 很玄很妙的 也就是佛陀所讲的圣身及圣身 佛陀所讲的那个虐盘无为空圣身及圣身 讲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体 然后耶稣他是从中间开始讲 这是一个用 而佛陀他是从基层这里开始讲 所以他是从相方面来全数 佛陀是从现象界的相 这些来全数 让大家了误说 哦现象界的实相是怎么样 无常啊 无我啊 这些实相 让大家了误这些现象界的这些实相之后 然后让你有一个离析的力量 站在比较超越的高度空间来看 之后你就能看到 来到体增到圣身及圣身的虐盘 无为空这方面的 所以他们三者事实上都是在全数 一体的东西 体 相 用 这些都有 那他们都有的从头啊 有的从尾啊 有的从中间啊 那我从哪里讲 全部讲 或是不然我就黑白讲 黑白讲 黑白讲事实上 那是因为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极 两极它是包含黑跟白 所以黑白我都一起讲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刚才一个概略 概略论述 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下归纳 因为一开始我们做一些总论这样 今天这一堂课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 那后面那些你就不容易听懂 后面就不容易听懂 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事实上要讲到这些 那必须要来到超越宗教 你一定要来到超越宗教立场 才能够看懂老子所讲的生意 佛陀佛陀老子耶稣他们这三者所讲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事实上他们全数的都是相同的 但是他们用不同的语言 佛陀用空还有法界来形容 老子用道来形容 耶稣用上帝这个名称来形容 希望大家一开始你全部都能够通通归零 你一定要归零把过去的那些 所听闻到的把过去那些之间 全部通通放下 你不要带着过去所听闻到的来听这个课 如果你用过去所听闻到的 人家以前你怎么听人家讲什么道 老子道乐经那些 我想建议大家就是说通通放下 通通归零 如果你用过去的之间来听 你会听不懂 你也没办法接纳 我们讲要讲那种超越宗教的那种 从超越宗教立场来看来全数 现在要直接讲的就是 让大家去体悟道是什么 你要体证到道是什么 如果你没体证到道是什么的话 你没办法得道 我们说要得道 你要得到什么道 你必须先清楚的了解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里所全数的不是从文字上面 也不是从宗派上面 不是从哲学 不是从思想上面 而是从实相上面来论 那实相上面 那是没有任何宗派宗教之分的 真理没有宗派宗教之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超越宗派宗教立场来看 所以佛陀他把那个修行的终极目标方面 佛陀用空跟法界来形容 所以像新经金刚经所讲的这个世界都是 勇家大师郑道哥所全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境界 老子直接从道方面来讲 但是佛陀知道说你要直接弃入这个不容易 所以我们你看老庄的思想在中国 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真正能够体正道道 体道悟道而行道而得道的人 解脱自在的人 依解脱道 依老子所讲的那个道 而去实修实证道达 那种解脱自在那种道的 不多 为什么 因为老子这个过程 这个一个阶梯的过程 老子他没有很详细的讲 道德经五千年而已 因为那时候老子也想 我时间差不多了 我没得说上详细 所以讲重点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这些就看根气看根性 佛陀讲经说法四十几年 就是把这些全部都讲出来 而又着重在前面 佛陀知道说 你如果一步一步一脚硬的走 到后来你就能够提到了 所以为什么阿安经后面这些 在虐盘五尾空之后面讲的比较少 就是因为你一步一脚硬的走 这样逐步上来 你就能够到达 你就能够体振到嘛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步一脚硬上来的话 你光是在那里 空啊 道啊 你讲了老半辈子 你还是不知道道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一步一脚硬上来 但我们要知道 他们所讲的 不同的地方 从不同的角度来全数 所以佛陀他是着重在像的全数 老子着重在体的全数 耶稣着重在用的全数 而这个像方面 佛陀就归纳出三法印 还有四圣地方面 还有三十七道平 因为你要到达 要去体悟这个像 然后到达这个虐盘界的话 你必须有次第步骤 那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平 告诉你怎么直步的深入 老子呢 他就直接讲那个虐盘无为空 老子就直接讲那个道题 所以这是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所以你真正要读懂老子道德经 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文字每个字你都可以懂 但是你就没办法 真正体正到他的生意 包括说你是 重来你是国文系的教授 或是哲学系的教授 你很会全数老子的道 你很会讲解 很会解析 但是你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老子所讲的道是什么 也许有的人他不服 除非你是解脱者 除非你是实修实证过来的解脱者 大安心大自在了悟生死大事的人 你才能够知道老子所讲的道是什么 不然 你从文字 从思想 从哲学 从灵象上面去解读 你没办法了解老子所讲的道 真正所讲的道是什么 所以这个他是讲的很深很玄 那佛陀把这些呢 佛陀知道说这是涅槃无为空 这是圣身即圣身 所以佛陀把这个放在后面讲 当然根基根性成熟的人 他会直接跟他讲这些 但是还是协助众生从有为法这样逐步的深入 老子直接讲无为法 老子直接讲无为法 所以你看无为无不为 老子你看道德经里面处处都在讲无为 所以老子处处都在讲无为法 那佛陀用三十七道品的有为法 协助大家逐步的深入来到无为的世界 虐盘无为空 世果阿罗汉才来到体正道虐盘无为空 所以他们虽然从不同角度 世上所指引的目标方向都是相同的 那耶稣呢 他就直接全数这个大自然 这个道这个宇宙 他展现出来那个用 让大家来了解 所以耶稣他着重在那个博爱方面的全数 我们慢慢去体会 大自然大地 对我们无条件无所求的这一种承担 这一种奉献 大地任我们踩踏 养育我们 展现出来都是博爱的精神 太阳 不管你世间人在怎么争端 在怎么争执 不管你阿富汗跟美国在怎么对立 我太阳都平等心的来对待一切众生 不管你是巴勒斯坦人或是以色列人 你们在怎么争吵 我太阳都是平等心的来善待一切众生 法界大自然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用 那个博爱 他是如此无我无私的来 普爱一切众生 这是道的用 道的用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所以耶稣是着重在这方面 然后耶稣是希望大家了解整个法界大自然 对我们这种博爱的精神 然后体会到这个道上帝这种伟大之后 然后回归道上帝回归祖坏 老子也希望大家能够体道悟道而行道 然后最后你就是与道合一 佛陀更是希望大家自依直法界依直 你要回到虐盘界 回到虐盘无为空解脱自在 他们三个人因为生长在不同的时空背景 所用的语言虽然不同 但是这三位他是一个代表 这三位他们的这都是善知识 他们的手指都指向相同的月亮 都指向同一个月亮 如果你从语言从文字上面要来区分 要来解析那些的话 老子是老子佛陀是佛陀 耶稣是耶稣 然后你又觉得他们不同 然后就我是什么教的 我是基督教的 你们是佛教的 我们就不同 我们在那里就在那里 不断地见证或是排斥 那是因为众生没有体会到 没有看到他们所指引的是相同的 这个道 这个解脱自在的虐盘界 那我们这预定是八堂课 只有八堂课 八周 希望能够让大家好好体会到老子所讲的道是什么 你真的去认识到这些道 然后你体道悟道而行道 你才能够算真正的得道 这真是在道 你一定要贴会到什么叫做道 你没有正确的清楚了解的话 你在那里怎么修 倒不是用你有違法修出来的 如果你认知错误的话 你在那里用有違法再怎么修道修道 或是躲在深山里面修道修道 修道的金钢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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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没有真正的解脱自在 除非你是一个真正的测误解脱自在的人 不然你的苦 你的不安还是存在 所以道是要透过你的体悟 认知 求真 求证 了解这个实相之后 你终于与道合一 这个才叫做得道 这个得道就是孔子也讲过 招闻道 细始可也 那是真正的对这个道有相当的体会 知道这个道的珍贵 你一生一世所在追求的 你最终都是要未解脱 如果你没有听闻到这个什么叫做道这些的话 你的苦 你的不安都还是存在 不管你世间再有多高的成就 你有多高的名利 多么有钱或是官位多大 你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还是存在 不管你多么有学问 得几个博士都一样 只要你没有了悟生死大事的话 你的苦不安都存在 要你死 你也死得不甘心 法界因缘到的时候 你要该病中的时候 但是你死得心不安 不甘心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招闻道 你真的了悟到道是什么的话 细始可也 那是因为他大安心大自在 了悟生死大事 融入不生不死的世界 所以才能够说招闻道细始可也 好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归零的话 那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这些 来协助大家去早日提到悟到而行到而得到 如果你真的能够归零 身心柔软 不带着过去的成见 重新来求真求证 这八周里面 你随时都会有很大的震撼 这也是佛陀所讲的不带时节因缘 OK 好 刚才讲的是一些概论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第一章 一开始讲这个还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像这本书 外表好像跟你们现在手上所拿的这本有所不同 但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完全都相同 一字都不漏 一字都不改 那这个是我在民国66年的时候就买来看 大专时期民国66年那时候就买来看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那段那个学佛心路历程 大专时期就不断的包括老子道的经都在看都在研究 因为那时候就是要了悟生死大事 那时候都不断的在探讨生死之谜 生从哪里来死往何处去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如何把这个生命的意义发挥出来 那我生死大事如果未了 我觉得我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都存在 所以那时候学校课业里面 学校课堂课业后面都是这样应付应付 觉得说我读那些跟我开智慧好像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刚刚得到过就好了 都不断的一直在看很喜欢看的书 就是说看这些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 开拓自己的心胸 开拓视野这些都不断在研读 那时候禅宗的书佛教书还有圣经方面也都有看 一贯道也接触 老子道德经方面也接触 那时候看以为看懂 所以我这里面也有不少人没批读解 批评说都会读解一些老子这样讲的不够理想 这样不对 不够理想的像佛教所讲的这样才对 而且那时候会用心经 金刚经 还有六祖坛经这些的那种角度 来全数这里面的 觉得这里面讲的他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以为懂了 到民国76年的时候又再看一遍 看一遍还是一样有注解 也觉得说还是佛教讲的比较高声比较好 这个还是不够高 不够理想 所以那时候一样 读过两遍也以为懂了 到民国88年9月之后 因为一些因缘的转变 重新再回来看阿安经 然后后来又重新 我这个都有写日期 重新再去买新的书来看 重新再买来看 结果一看之后 那时候因为我想说我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求证 我所提供的这些为什么跟一般人所讲的不一样呢 人家一般都不是这样讲 包括说以前的道 我听的道 我看的道都不是这样 好那我重新再来看 重新再来 结果我那时候也没有从书柜里面去找 就到书局院再去找一本 觉得这本不错 这个有注音而且字体还蛮大的 那个标点 它的标点段落方面用的蛮好的 所以想说好那就买回来看 所以就这样从头一开始看 越看越发喜 越看才真的体会到说 老子讲得太深了 很深很妙很玄 看到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短短的五千元里面 所以那时候对老子非常非常的佩服 当然对佛陀一样非常的佩服 对耶稣也是一样 才发现到原来他们所讲的是不同 在88年8月以前 都还是他们三者 表面上好像觉得他们可以相同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88年9月之后 重新再来看 那就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也是 都是归零去求证 归零去看 老子怎么讲 佛陀怎么讲 耶稣怎么讲 都重新再来看 结果才发现到 太妙了 才发现到说中国人的智慧 这本这么好的结晶出来 但是因为老子写得很深很玄 所以真正能够体正到 里面所讲深意的不多 那我们又在中国上好像说 有道教道家的这个法脉 但事实上目前道家道教所在修 所在用的所体会的那个很少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很少很少是老子所讲的这个道 所以大家又把老子就变成一个超级的 超级的一个神 超级的一个仙 然后目标就想说 像老子这样成就一个大仙 这个都不是老子所讲的那个得道 不是老子所讲那种体道悟道行道的道 我们重新归零来看老子所讲的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时 有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俏 此两者同出而易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光是这一章 就把整个道的这些玄妙道体 都已经全述出来了 我们中顶同仁以及这里有一半以上的 都有上过阿罕解脱道的这个次第 而且也都有几次的禅修过 所以像我现在在讲这些的时候 因为你们有文师的基础 又有几次的禅修方面 所以你现在又能够归零来听的话 你的体悟会更深 那你又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体证 至上他们这些解脱者 他们所指引的都是相同的解脱道 如果说没有上过课的人 第一次来听的也没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就是要归零 归零这又不容易 把我们过去的知见 承见那些通通放下 这样你很快 一样很快就可以提悟到道 老子所讲道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 道可道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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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就是 道 道 你从另一个名称来讲 你可以称它为空也可以 你可以称它是无极也可以 你要称它是法界也可以 你要称它是上帝也可以 我们以后一样会配合幻灯片来让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道 老子所讲的道到底是什么 道 事实上 事实上 在阿恩解说道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空本无名 有没有 在那书里面有提到说空本无名 也就是说这个道 所讲的这个就是指 这个道所讲的就是宇宙本体 记得 这个道 老子的道 那核心的道 所讲的都是讲宇宙本体 那这个宇宙本体呢 佛陀用空还有法界这样来形容 那中国的儒家呢 还有易经方面就用无极来形容 那耶稣就是用上帝 穆罕默德就是用天主啊 来形容 那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体悟到这些 这才是最重要不是在明相上面 如果你没有提悟到那你在明相上面看的 每个字每个字都不一样啊 但事实上空本无名道本无名 本来就没有名称了 本来实相的存在他本来就没有名称了 那是人类为了沟通方便 所以才包括明可明非常明意思都一样 明可明非常明 本来他就是没有名称的 他就是一个实相的存在 道 可道 可道就是说你透过言语 还有文字 你透过言语或是文字的叙述 这些本来都只是那些开悟者解脱者 他们透过他们的实修实证 然后协助我们 本来只是协助我们去了悟这个没有名称 本体存在的这个道 所以这些是语言文字而已 他本来就是个子乐工具 道 虽然你可以说出来 但是你可以说出来的这些语言文字包括经典 都不是真正存在的道 这样知道吗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经典 这些都只是子乐的工具 不是月亮的本体 这样知道吧 这很重要 一开始这句话就告诉大家 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子乐的手指上面 你要直接去看到那个月亮 要直接去看到那个真理 要直接去看到那个实相 这个实相他本来是没有名称 所以说明可明非常明 这个明讲的是现象界 这个明讲的是现象界 前面的道讲的是宇宙本体 现象界的一切也是一样 这个实际的存在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看得到这些现象界的 你可以用什么名称去说的可明 就是说你用什么名称去诠述它 一样这都是语言 言语文字这些 一样都是言语文字经典这些 明可明 但是不管你再怎么称呼 它不是真正存在的实体 这里的肠道讲的是本体 这样可以知道吗 以第一句话来讲的话 它是着重在宇宙本体 那本体的话 如果以佛教所讲用佛教术语来讲的话 这是着重在空的论述 然后这个明可明它是着重在物质 社界方面的论述 现象界的论述 不管是空 道或是这个明 空或是色这些 人类的语言名称这些都只是一个沟通的方便 是协助你去看到那个实体 那你不要执着在这个指月的手指上面 因为这些名称语言名称这些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 就好像说你去拿一个苹果来 那你看这个苹果是名称 但是真正的那个存在那个苹果 你用Apple也可以啊 你用Lingo也可以啊 你不用讲的啊 你去拿那个来 你有看到的话你也知道是什么啊 但是你不要执着在那里 如果说像以前语言不通的时候 明明那个日本人来讲 认为说那是Lingo啊 你怎么讲苹果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你变成在语言文字上面的话 众生常被这个语言文字经典这样把它区隔掉 你看不到那个实际的存在 我现在是讲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那个东西 如果讲到道讲到实际这些的话 那更深更悬的你就不容易体会到 所以要知道说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这个都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你不要执着在经典语言文字项上面 你要直接去看到那个实相的存在 所以真正的解脱者 真正的大智慧者 他们不是因为抹布经典 不是按照抹布经典去修去证而开悟 记得哦 真正那些大厕大物的解脱者 他们不是因为抹布经典 依照抹布经典去修去证 然后大厕大 不是这样的 所有那些错误的那些圣者 那些解脱者他们都是看到这个宇宙本体 以及现象界实际的存在 也就是大自然法界 大自然一切现象的这些 然后去体悟到整个宇宙的法则 整个大自然运作的法则 这是刚才我们有讲说佛陀把它归纳出来就是三法印 老子里面一样有归纳出来 只是没有那么的详细而已 但是一样都很具体的指出来哦 老子很简要 但是重点核心都有讲 以后大家慢慢来解析就知道 事上都有把这个现象界的实相是怎么样 都有如实的全数出来 所以那些真正的解脱者 他们都是现观大自然现观现象界的这些 那是要抛掉超越一切经典的 经典本来都只是一种指引的工具而已 最重要你就是要放下这些 然后去看到那个实际的存在 如果你着重在这里的话 你找不到道了 你执着在经典语言文字上面 你看不到那个实相的存在 所以那宗教信仰的话呢 如果你是落在信仰层面的话 你很尊重那个经典的话 你很重视这个经典的话 你就是落入在这个层面了 如果你把这个经典奉为 这是不可以去否认的 不可以去推翻的 不可以去求证的 你再怎么样 你都必须要依据经典去修去证去体悟 如果你是道教的人 你就要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最高的准则 你不可以去超越各这些 包括说有的人还讲说 你如果没有漱口的话 你不可以看金刚经 你没有漱口的话 你不可以看老子道德经 这个经典非常珍贵 你不可以放在房间里面 如果说有时候我要坐在沙发上 那我来看 不可以 你这样不恭敬 要怎么样看才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都坐在那个像上面 而把那个经典方面 你一直着重在这里的话 这个就容易落入成为宗教的信徒 而不容易成为一个解脱者 真正的解脱它一定是超越语言文字 我们感恩这些智者 他们所留下的这些经典 这些都是紫月的工具让我们去看到 但不要迷子在这里 所以第一句话 他就在告诉我们 你要超越语言文字像 去看到那个实体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好 再来 无明天地之实 有明万物之母 这个无 跟有 我看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堂再来继续来讲 因为这个很深 后面我们要再全数一下 现在暂时休息一下